八名二煞冲进路边摊位里 尺球棒不断吵一名男子痛欧 过程中传出女子呼救声 但对方也没有停手 除了打人也砸电 现场一片狼急发出巨大的声响 出警民众见状赶快报警处理 事情就发生在南投普里巴德路上的 一处烤肉摊位 八号完间多名二煞开车到场 下车就先朝摊位上的老板夫妻档 盆辣椒水接着吃球棒痛欧老板 其中一名二煞站在路中央把风 路过的汽机车就怕被波及 纷纷跨越双簧线逆向行事 不顾车流来往 直接就把车停在路中央 二煞当街打人警方货报道场 这些人早就开车落跑了 两位民众受伤 由救护车送医院一致 正在厘清案情积极追查 全案一聚中斗火罪侦办中 根据了解 一切是摊位的老板有婚外情 在外出现了感情纠纷 对方伙同友人上门 持球棒寻仇 需要警方锁定特定车辆 以车追人 要寻现逮捕八名扼杀 厘清作案动机 TVBS新闻陈佳哥廖凡英南投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